有这个所谓的云端的讲义 云端讲义的位置 特别就是叫云端白板 我自己取一个名称叫云端白板 为什么叫云端白板 因为早期我把它写白板 就看到这个白板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我就想说 有很多东西要写 那没地方写 写了之后太小要把它插掉 那所以干脆把它放云端 后来发现云端白板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上完课之后 把东西放上去 你们回去还可以再复习 而且以后还可以update 有一些新的还可以update上去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 刚刚讲的东西是放在 那个01的那个部分 那待会的部分 我会放在02 以此类推 所以后面有蛮多单元的 假如说你想要先了解 也许你可以先预期一下 那里面的程式 你就可以直接贴上去 建一个模组贴上去 也可以run 你可以先把它run run看 有一些东西如果还没讲到的话 再来的话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提过那个证照考试题目 其实题目都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它其实考什么 其实就考这九大类 基本程式设计就我们刚刚做的 只是有个地方 没有讲到 就是格式化输出 格式化输出就有点像esail里面 你设定格式化条件 比如说我小数点 可能有很多位数 但是我只要取两位数 OK 或者是说我要排版 我要置中 我要靠左 我要靠右 我要预留几个字 诸如此类的这format 它考试又考到 所以如果你会的话 第一单元 第一类就OK 那第二类考什么 考选择叙述 就是这个以辅 逻辑部分 一重两重多重 反正就不外有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回圈叙述 我刚刚讲过 两种 有范围就fall 没有范围就fall 这个后面也会讲到 一时类推 其他部分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至于题目就在旁边 你回去 反正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试做看看 那这个都是在网络上面 可以我们云端上面 可以找得到的 最后就是说 今天的上课录影 我会把它 当然如果你留没有 我会寄给你 如果说你要自己加入论坛 我这边有个论坛网址 你就是进去之后的话 应该会看到这个画面 如果你要加进来 就申请成员资格 然后给我一个 你的基本资料 因为我没有公开 只有上这个班的同学 才能加进来 你们有学好这些东西吗 要不然你就是 加一个名字 至少我查验一下 是这个班的同学 才可以加进来 你有需要你再加 如果你觉得你都听懂的话 那你家也没有关系 我只会就是把上课 就是今天上课 或每次上课的 把它做一个清单 然后放在YouTube上面 那你可以很方便的 就把每一次 每一次我刚刚讲过的 你可以repeat 或者你可以跳到 你不懂地方听就好了 反正就是可以 不需要从头到尾再听 你就是跳到 你不会地方再听也OK 这个我想应该 保证可以学会 如果说有这些资源的话 对于学习 我想也是一件 还蛮愉快的事情 因为会很喜欢 就是网路上 看别人的影片 对不对 有些东西不会 我看别人的影片 我就会了 所以我会觉得 那些人真的是佛心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也会想说 我自己也可以做一点东西 让别人也觉得很佛心 对不对 这感觉就是会蛮好的 不过说真的 要愿意做这件事情 人真的也不太多 我没有什么所图 我就是喜欢 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 有的时候做事情 你不要问说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有什么企图 说真的 我没有想那么多 OK 所以有人问我说为什么 就像说 那个Google地图上面 你们有用Google地图吧 Google地图上面 也会有一个叫 在地想导 那这一项就是你可以留言 你可以照相 比如说你去了吃喝玩乐 你可以照相分享评论 比如说这家饭店 哦不OK OK你就说OK 五颗星你打几颗星 然后你可以照相 哪边好哪边不好 那我就是这样 我就很喜欢照相 所以呢 我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就在Google地图上面 放了超过八千张的照片 观看次数超过一千多万 一千四百 一千多 然后呢 我的在地想导 从第一集到第十集 第一集最低嘛 最高第十集 那我现在已经第九集了 就今天收到一封邀请信 来自于Google的总部 说愿不愿意去参加 他们的那个一个什么 在地想导的什么一个 一个盛会吧 然后说要飞到美国加州 那边去参加 然后我今天就想 对我其实没所图 但是就会有这种邀请 那要不要去 可能还在想想看吗 蛮有趣的 很多事情是 超过你原来想象的 所以有时候你分享 所以这是 这个年代真的 如果你越分 对时数免费 他全包 对全部 而且他住宿 还说可以提供两人房 就是你可以带一个人去 西班也给 但是机票我不是要不确定 我是看到他 时数那些他都通通包 对 他说如果你要延长 就是回去的时间 他提供比如五天 他后面你就要治理 对对对 对应该吧 那如果 但这个再看 他说11月份 11月 就像前几天吧 那个夜11月23 他也找我去参见 他们的记者招待会 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他也是看一些 网络上的东西 要邀请我 就是这方面的达人 然后可以去帮他们 讲一些东西 反正这也是莫名其妙 有些东西都是 你预想不到的 OK 好 反正就是 前提就是你喜欢 你就做 OK 做了之后到底好不好 也许不是最好的 我不敢保证 我的东西是最好的 反正你们就看看 像如果你有什么心得 有什么心得发现 他刚刚同学 蛮不错的 有发心发现 马上来告诉我 比如ctrl加跟ctrl减 只能用上面 对不对 右边你只要 多按一个shoes 也可以 OK 我也不知道 不错 这样很好 就多一招了 对不对 多一些方便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 资料形态部分的话 当然不是只有 那个什么 自串 或者是整数 当然还有辅典跟 list 所以待会请各位练习一下 就是说 件可能 四个变数 四个变数里面的话 就四种资料形态 这四种资料形态的话 包含就是string 所以刚刚我们有一个STR OK 就是自串 如果你想要转型的话 反正就是string 另外一种就是整数的话 就是int 就是没有小数点 OK 那第三种的话 接下来就floater floater就是辅点 意思就是小数点 OK 那再来的话 第四种 特别注意 前三种跟第四种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前面三种形态 只能单独放一个值 可是呢 如果将来 比如说你从资料库里面 捞资料的话 那可能会有很多个资料 那你不可能说 你来一个资料 就建一个变数 来一个资料建 这样永远建不完 所以如果说 你有很多资料的话 那你一定要会第四种 叫list 所以在python里面 未来你像档案资料库 这些应用 你不会list 你根本无法去把它存起来 所以怎么办呢 一定要知道什么叫list 那list 在这边的话 有个特色 第一个 它的前后一定是中瓜糊 给你这样看得清楚吗 还是我把它关一下 特别注意 最大的不一样是 一如果说 你要放多个资料的话 前后一定是中瓜糊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 你里面放的资料 这个有点像 像java里面 或者其他语言的array 阵列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阵列以前是要放 相同形态的资料 比如说你放整数 就全部放整数 辅点就全部放辅点 但是呢 python这个list 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他可以放不同形态 比如说你第一个 你要放1 第二个你要放自串 第三个你要复点 第四个 甚至你里面 可不可以再放list 可以 也就是list里面 还可以list list里面放list 有点像那个 两二维阵列 那还有list里面 还可以再放一list 就变三 不过一般没有人 那么无聊 然后二维阵列 已经够难理解的 不过二维阵列 未来会用到 就是像什么呢 我们会 大量放资料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二维 二维的叫 串列 ok 那串列的话就list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练习一下 就是你可以透过什么 用那个type type的方法去观察 你的那个变数 到底是什么样形态 比如说 假设你这样在出错的话 它会出现typeL typeL意思是说你形态错了 我没办法处理 那你可以用type去观察 某个变数的形态是什么 所以待会请各位练习什么呢 再建一个新的 新的那个module 按右键 你有一个module 那module名称 你自己取来 又叫什么 我这边变数就VAR VAR的变数名称 然后呢 把这边产生一个 X1 X2 X3 X4的变数 这个变数名称 并且赋予 这个 比如说第一个是HoloWord 给它一个字串 当然你也不一定要放HoloWord 你反正放一个字串 中文英文都可以 第二个的话呢 123 456 再来是 辅点就123 点456 再来就是一个串列 串列的话是中瓜辅 那里面也许我放1 放2.0 就辅点 有挑数点就辅点 第三个就是字串 再来一个4 那如果我想知道说 里面的形别到底是什么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在第一个形别里面 我可以什么 这个第一个形别 你可以在串接一个之前 你可以加一个type 或者干脆前面先不要加 我们就这样 那外面 print前面 print后面 再加一个type 这边会跳出来 你可以直接选它就可以了 刮弧 然后这边的话 把X1帮我输出 看它是什么形态 底下这些先把它删掉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输出之后 你会发现 这边呢 它会告诉我说 它的形态是string OK 那你可以用那个type的方式 把里面的形态 分别把它print出来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print出来之后 底下的话 每一个你会发现 它是string int float list 这四种最重要的形态 一定要记得 那list的话 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大概先知道一下 后面还有很多练习 因为如果你不会list 很多东西是做不出来的 OK 那接下来底下的话 再分别把那个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 string型别 X1把它也输出的话 底下你可以练习 刚刚讲过的 把它print出来 然后再来把那个int 把它也print出来 再来的话就是 float也把它print出来 最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list里面 我怎么取资料 特别重要 如果我今天要取得什么 取得这里面 总共会有四个资料 那假设我今天希望取第三个 把它列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 你这个就不能说 想要抓哪一个 它就不是一个便利 你不能说我直接输出一个 X4在这里 如果你直接输出print的话 假设你今天输出是一个 这个 X4 然后当你把它转型的话 它一定会出现什么 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它会把 这个里面的所有都把它 抓过来 四个都出来 但是我只要其中一个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就告诉他说 这个list的第几个 中瓜糊 第几个的话 特别注意 它的inday是从零开始 所以如果你要第三个的话 这边要输入到什么 2 OK 特别注意 也就是它 它是从零开始 OK 所以如果你要第三个 你这边要输入2 那并且把它print出来 OK 这样的话就输出结果 那另外的话 变数呢 还有哪些 比较需要注意的 首先的话呢 大概有几个规则 可能要记得 变数的名称 不能用数字 OK 你不能说 123 OK 这不行 为什么 因为123是数字 当然它有运算的需求 那可是你如果前面加一个英文 比如x1 x2 这样是OK的 就是你不能用数字开头 当变数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的符号 除了这个underline以外 建议其他都不要用 比如说什么 简啊 加啦 什么小老鼠 那些都不要用 除了底线之外 底线是比较安全的 OK 除了底线之外 其实像你们那个 命名党名的时候也是一样 底线OK 但是其他不OK 那其他名称要保留字 像我们什么for啦 wire啦 if 这些都保留字 也不要用 有些 里面规则会用到的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相关的表示方法 其实跟其他语言差不多 像加减乘除运算的方法 这也都差不多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 几个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呢 我刚刚有提过的 紧字号开头的是注解 那当然你可以用 Ctrl加斜线 可以快速的把某些范围 做一个注解 那再来的话呢 还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Tab键 特别注意哦 这个Tab键 说牌 在Python里面 它也视为程式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Tab 需要Tab 你没有Tab 也不行哦 那你想说 这个Tab 就有点像以前 Java里面大瓜 以前有大瓜谷开头 大瓜谷结束 但是在Python里面有大瓜谷 但是它取而代之 是用Tab当阶层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 加Tab 你不加程式就会出现错误 比如说Fall里面要跑的东西 你一定要下一阶 你不能同一阶 同一阶就出错了 OK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不需要特别指定 它的变数形态 反正它Run的时候 就会自动指定 我刚刚提过 那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 所谓的拖曳资源 那这个拖曳资源 是做什么用途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这边比较常用的 像什么 像这个反斜线N 它叫做换行 换行 那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假设我们刚刚有个叙数 叙数完之后 我希望把叙数冒号的东西 不要放在右边 我希望把它折行 放在下面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需要用到一个 反斜线N 把它换行就可以了 OK 另外的话 这边还有什么 反斜线单引号 反斜线双引号 这个也会用到 我们比如举个例子 像刚刚这边 我希望呢 把最后输出的这些东西 冒号 hello word 帮我放在下面的话 那你这边的话 就可以利用一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 在冒号的后面 记得 这个拖曳资源 它也视为自串的一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在叙引号里面 在这边加一个什么呢 反斜线N OK 反斜线N 那这个地方我把它执行 这边把它注解掉 这边不要执行 Ctrl加斜线 这个我们来执行这边 执行 hello word 会不会换到下一行 你会发现 hello word 这边有个反斜线 跟他就会帮我换行了 OK 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我今天呢 在list里面 的第三个资料 它应该是一个3 不过这个3 看起来是数字 但实际上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一个自串 所以呢 我应该怎么样 在前后加双引号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要输出的话 在这边我应该是 假如说 因为你会发现 这边已经双引号了 那如果你再加一个双引号的话 它变这样 对不对 但是后面就错了 然后你再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双引号 里面的双引号 你再把它执行看看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 有没有 前后加双引号 执行看看要不OK 你会发现 它变成长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看不 因为你双引号已经拿来当成自串的辨识符号 结果你又再加一个这个东西 那他会以为他看不懂 所以怎么办呢 你如果要输出是那个双引号或单引号的话 很简单 只要在什么 你要输出的符号前面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就OK了 这个特别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输出不了这个符号 加这个就好了 这个要拖一次元 OK 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有没有看到 双引号就出现了 其他的话 像什么输出TAB 未来其他也许目前还没用到 当然你大概知道一下 不过说真的 有些东西其实 我暂时还没用过 比较常用的 也许就是像 刚刚提过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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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这个也会用到 因为在换行 一般Linus 是用反斜线N 可是Windows是反斜线R 加反斜线N 它又跟人家不一样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 不是完全都一样 这几个比较常用的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大概就是 拖一次元把它加上去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算数符号 加减乘数应该没问题 会有问题的应该是什么 Person 特别说 Person什么用途呢 求鱼数 比如多少 Person多少 他会显示 他的鱼数 鱼多少 在VBA里面 或者Esser里面 叫MOD MOD OK 那除除的话 是除完之后取整数就好 比如32除以5 鱼2不管 反正就6给我 鱼多少不要 不过其实 这个有点像的 除完之后取INT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 两种方法 我刚才不然记一种就好了 不然记太多 最后呢 最后一种最特别 层层 层层什么意思呢 就是平方 如果你三个层的话 就是立方 还有一点蛮特别的 层层它也可以用在字串 层层用字串 它会重复输出 那个字串 几次 OK 这还蛮特别的 后面我们有一个范例 就会用这个 它可以乘几次 那个字串 你想说 乘字串怎么乘 如果在VBA里面 就是错误 或者其他语言是错误 但是Python里面 它可以 有点像repeat几次 那个字串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我刚刚的重点 主要就是type完之后 那再把这些东西输出 并且加上拖曳资源进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今天主要就是先讲完基本的语法 那再来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来看那个 所谓的这个逻辑判断 就是所谓的这个结构的控制 那这个也非常重要 因为程式里面常常会需要判断 那我大概把它概括成 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跟多重逻辑 那这个跟VBA也是一样 反正一起来一起 因为大致上差异性不大 那会有一些练习题 那再来的话呢 讲完这个结构控制之后的话 后面呢 我们就会接着来看回圈了 如果回圈叙述也OK的话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会再讲一些 比如说串列啦字典啦 那接下来就档案处理 资料库的处理 那按部就班 那再慢慢的话 我们就会再延伸 也许到网路爬虫吧 同学还蛮多会选 那个怎么去利用python 去抓网路上的资料 那其实是用python来抓网路上 真的还蛮简单的 但是抓完之后 你可能要 还是大部分都丢到资料库了 OK 所以先学会资料库 再学习怎么样去抓网路资料 那你就可以一段时间自动去抓 自动去抓 或者你不只抓一个网站 反正你程式写完 甚至你要抓几千个几万个 百万个 反正你看到网站全部都可以抓下来 然后就塞到database里面去 那再做后续的做分析 做统计 做其他的应用 相当的简单 OK 好那今天的话 大概基本上 我们就是先开个头 所以回去的话 你如果对于那个环境设置 有兴趣的话 不只用懒人包 所以第一个至少你会用懒人包 所以回去的话 请你在自己家里电脑下载看看 懒人包OK 如果比较有兴趣的同源 你可以再去做一个 我刚刚讲的懒人包 但是可能现在只能做64位元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基本语法的相关的应用 像变数的形态 最重要的四种 尤其是list list可能要多 你也许Google一下 看有没有相关的范例 也许可以先玩玩看 因为如果你不会list 以后很多事情做不出来 那 再来我们就会按部就班 逐步逐步来看 那影片的部分我一样 我会把它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留mail的话 你也可以 在自己回家 加到那个论坛 不过记得就是要给我你的名字 因为我会比对 那个我们报名的清单 OK 好那像上课应该没问题吧 反正就这样啦 反正十周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你要把它学会 一定要花时间 这个课程强烈 建议各位一定要动手做 这种东西没有动手做 绝对学不会 顶多如果你没动手 顶多听一听 概论而已 OK 好那今天的话 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